赤宝贝 你怎么在外面啊 你在外面等了多久了 赤恩恩本意是晚上外面冷 她跑出来容易感冒 听在赤宝贝的耳朵里 这话就变味了 好像变成了她多余 不该来搅局一样 她酷帅的脚脸更加的不友善了 给了赤恩恩一个你出轨的眼神 然后走到两个人的中间 硬生生地插了进去 把两个人分开了 下一秒她就闻到了赤恩恩身上的酒味 小眉头立刻就皱了起来 赤恩恩 你喝酒了 那样子眉毛都要竖起来的感觉 只是喝了一点点 骗人 一点点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酒味 赤宝贝压着怒火 没有忘记还有外人在场 她硬是跟穿剧变脸一样 从一个霸王龙变成了乖巧董事的小绅士的样子 抬起头 礼貌董事地跟西泽烈说 西泽叔叔 谢谢你送我妈咪回来 我妈咪有点不舒服 我就先带她回去了 她态度客气 但西泽烈却感受到了她的疏离 知道她这是变相的感人 嘴角扬起了一抹无可奈何的弧度 说道 好 正好啊 我也要回酒店了 就不打扰了 好的 谢谢西泽叔叔 西泽叔叔再见 那叫一个迅速欢快 西泽烈没有跟她计较 看了赤恩恩一眼 说道 嗯 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嗯 西泽烈静置上了车 拉上了车门 兵力一转眼 消失在了路口 等车子一消失在路口 刚才还表现得礼貌大方的 赤宝贝 顿时就翻了脸 毫不留情地指责 赤恩恩 你劈腿 你劈腿 还劈到了家门口 也不归宿 还喝得烂醉 我要跟舅爷告你的状 赤恩恩满脸黑线 他才七岁多 知道劈腿是什么意思吗 不对 他家吃宝贝五岁的时候 猫子就已经知道了 什么叫做劈腿出轨 反正以前他就说过同样的话 不过那个时候 他是举双手赞成的那一个 赤恩恩觉得有必要纠正一下他的三观 一边拉着他的手往里面走 一边尽量地心平气和地跟他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 西泽叔叔送我回来了而已 你不要一天想得那么复杂 那你身上怎么有酒哎 难道你们还一起碰巧喝了酒 吃宝贝明显地不相信 我只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喝了一点 但不是和他一起喝的 哎呀 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以后不能再看那些电视上的连续剧了 我会跟护管家说 你要是偷看那些电视剧 就告诉我 看一次扣你一天安派的 累计超过了三次 那就扣一个月 谁能想到 他家的天才儿子 除了喜欢看熊出没之外 还就喜欢看婆媳斗争 家常里短的那种三四十岁的妇女 才喜欢看的泡沫剧 每一次还看得津津有味 之前持恩恩还不觉得 现在他深刻地感觉到 再让他看下去 他的想象力都要飞上天去了 但凡是看到他和异性接触 不管有没有 都会想到那个方面去 关键是 他才七岁呀 思想太早熟了 不好 吃宝贝不以为意 嘴上虽然没有再反驳持恩恩 但是心里 小算盘却是播得啪啪响 看来 他要亲自去找找隔壁老王了 吃宝贝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性格 隔天一大早 他早早地就起来了 目送着吃恩恩去上班之后 从自己的卧室翻出了小书包 把诺诺交给了全东婷 每期明月是和同学 约了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在电影院里 把全东婷给他安排的司机甩掉了 背着自己的小书包 在路边拦了一个迪士 就直奔立市总部大楼 立市总部 在W国 绝对算得上是标志性的建筑 迪士司机见他一个人上车 也没有大人跟着 已经是够吃惊的了 听他口齿兴兮地 要求去立市总部 忍不住地一边开车 一边问道 小朋友啊 你爸爸还是你妈妈 在立市工作吗 他们都在里面上班 对于不认识的人 吃宝贝还是很礼貌的 一点少爷脾气都没有 对方见他长得漂亮 打扮得也是小晒小晒的 忍不住在心头叹了一口气 还以为他是那种年轻夫妻 都很能够挣钱 但是工作太忙 没时间陪孩子 孩子想爸爸妈妈了 所以跑到爸爸妈妈的公司 去找爸爸妈妈的情况 等开到立市总部大门前 司机还少收了他五块钱 叮嘱他 到了地方 先去给门卫说一声 自己爸妈的名字 让门卫打电话 把人给叫出来 让他不要一个人乱跑之类的话 吃宝贝居然好脾气地 听他念叨完了 再一次扬起了小脸 小咪咪地跟他挥手 我知道了 谢谢叔叔 再见 你要乖乖地 在这里等你爸爸妈妈出来 不认识的人要跟你说话 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 一定要等到你爸爸妈妈出来再说 就这样了 我先走了 司机说完 挥了挥手 把车开走了 等到低市开远了 吃宝贝拉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小书包 压根没有像答应的 低市司机那么的乖巧 乖乖地找门口的保安帮忙 让保安把吃恩恩和利北爵叫下来 他直接从包里摸出了 早就准备好的通行证 刷卡进入了立市的总部 保安看到了他 还以为他是某个高层家的小孩 没有阻拦他 吃宝贝一路进入了公司总部 根本就不用前台指路 自己乘坐电梯 按下了88楼的号码 通行证是获益给他的 至于立市总裁的办公室 在88楼 则是他在网上自己查的 在来之前 他已经通过电脑 对立市总部每一层是干什么的 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了 他知道 要找隔壁老王 一定要在88层才能够找得到 早上上班的早高峰已经过了 但是立市很大 部门也很多 每个部门之间不同层次 需要电梯找人 所以 虽然已经过了上班高峰期 电梯还是时不时地会有人上来 每个人在电梯刚开的时候 看到里面站着一个 长得漂亮的 不像画的小男孩的时候 都会愣一下 然后在电梯门快要关上的时候 盲天荒地地进去 不过 几乎没有人多嘴问 吃宝贝是怎么进来的 来这里干什么 大家和保安的想法一样 都觉得 他是某个高层的小孩 实际上 他们也没有想错 吃宝贝的确是某个高层的小孩 只是这个高层 比他们想象中的高层还要高 高到了顶尖去了